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Gidson 今天又来给大家开箱一件存放一旧的快递 哦哦哦哦哦 说实话 我并不知道这个快递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上面写的标准配置 古铜加配件40板 大家现在评论区盲猜一下 这里面到底会是什么东西 猜对有讲 古铜应该就是金属物品 配件40板 金属物品的配件 我估计是什么金属拼图之类的应该是 好那我就猜金属拼图 你们猜的是什么 那现在我们就 拆箱看销 揭晓答案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这你们应该非常清楚了吧 年龄小一点都估计不知道 你们应该没玩过这种东西 我指的是00后啊 像708090后都玩过这个小玩具 纯金属的 我记得森哥小时候玩的呢 就是那种非常简单塑料壳制作的 并且呢也特别的便宜 大概小卖铺也就卖个几块钱 十几块钱 我也忘记了 我刚才吵了一下 我买的居然当时花了60块钱 60块钱买的这把枪 大家感觉值不值 不过呢这把是纯金属的 应该也不算亏 好的现在我们试玩一下 用力的搬动这个小按钮 就可以把这个左楼给 打开以后呢 就把这个子弹给装到上面就可以了 上糖 叫死我了大妈的 这么响的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 它没有这么响啊 再试一下 实在是太响了 我还把打扰到其他邻居 那我们就再放最后一发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虽然没有放过 等到明天的话 我自己一个人悄悄的去放 通过这次的试玩呢 我感觉这个东西 大家尽量的还是不要玩了 一方面是打出来的声音 确实太响了 第二呢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 类似于那种 摔炮之类的火药 记得有时候玩摔炮的话 刚拿出来 还没丢出去 就在手里面炸掉了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多多给小阿松的视频 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